传统农业在升级,花莲县府还有慈济大学USR教育研究中心 向花莲高农共同推动智慧农业向下扎根计划 并以仓国小打造智慧农业示范基地 期盼以水耕智慧农业设备,从小引导学童认识科技导入农业的运用以及发展 花莲县府与慈济大学USR教学研究中心 花莲高级农业中学共同推动智慧农业向下扎根计划 日前在宜昌国小为智慧农业示范基地进行成果发表 展示建制的两组成架水根智慧农业设备 宜昌国小师生可近距离观察黄瓜与蜗具等蔬菜 校长丁佳琪表示 110学年度第二学期将导入课程 并通过共学团读书会工作坊等方式 邀请家长共学工作,让智慧农业推展更全面 主要是要深耕从国小的高年级的族群 那事实上也发展了一系列的整个线上的一个教材 还有线上的一个课程 那主要是希望说这个国小的高年级的同学呢 能够投入这个智慧农业的一个能够了解 并且深入这个智慧农业的一个资讯 而今年也会由我们的斯基大学来跟我们的宜昌国小以及花农 还有智慧大学能够三方来合作 那我想这是一个方向以及一个理念 那当然智慧大学它透过它的传播的功能 让我们的整个智慧农业透过线上 可以直接看到线上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智慧农业 以及植物的生长的状况 我想这也是让普罗大众 让学生的家长或者是我们的学生 能够更了解植物在这个智慧农业的引导之下 能够怎么样开花结果 能够怎么样透过科普让它更进进 慈大研发长黄顺平表示 慈大USR团队致力于协助花联推广友善土地农业 发展创新小农经济模式 花农校长梁宇成表示 花农则将发挥农业及AI自动化的专长 提供视觉感受以及实用体验 以昌国小校长丁佳琪说明 未来将借由慈记团队拍摄完整影像记录 落实线上教学 以离未来推广给其他乡镇国小建制示范基地 记得掌方燕姐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